嘿嘿嘿嘿嘿嘿 我有16顆鑽石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洪悅 那今天呢 要繼續翻開我們的生存日記 那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 呃... 往下嘛 魚骨了很多 很多牌嘛 然後拿到很多的礦物什麼的 然後這些還在燒 喔 真是還蠻多的 重點就是挖到16顆鑽石 然後還做我們這把鑽石稿有沒有 超猛 然後然後然後 我發現呢 呃... 新的這個合成配方是有個很方便的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 比如說你現在要合成紅石磚 必須要就是 呃... 就是要這樣慢慢拉嘛 對不對 很麻煩對不對 那之後 那我記得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嘛 比如說這樣子 然後就是 喔 有沒有 可以看 喔 好方便喔 這樣就不用在那邊拉半天有沒有 嘿嘿嘿嘿 不過平常我們沒有用到刷就是把他關起來好了 因為... 蠻矮野的 好的 那我們目前又有點肚子餓囉 一樣 我就是要 呃... 撈點牛奶來喝啊 因為牛奶可以舒緩飢餓帶來的控苦 所以說啊... 好喝 好 那接著呢 我記得 上一集有觀眾說 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墳墓取名字喔 好 那... 這個名字呢 他是取作那個... 我看一下喔 好像是墨星緣吧 我應該沒有打錯 這樣子 那... 好像是以沉默的心 調念這些死者 有點... 難過啊 這些... 這些... 這些坟墓真的是 每次... 每次看到這些坟墓就讓我... 想起... 我們死了好多次 要不要改天連我們自己的坟墓也蓋出來啊 各位覺得呢 然後呢 我記得我們上一集捷舞的時候不是有下雪嗎對不對 那... 下雪的話... 我們的... 屋頂應該會變成白色的 我們現在就去稍微看一下喔 應該... 應該... 喔... 欸... 為什麼這邊沒有雪 為什麼這邊不會下雪啊 奇怪 啊... 對 這邊有火把啦 這邊有火把他不會下雪 哇... 火把會溶雪 然後... 欸... 上面好像也沒有雪耶 為什麼 明明... 明明其他地方有下雪啊 奇怪 為什麼沒有雪 難過 好吧 那既然我們來到了椅子這邊喔 我會很想起就是... 一直有觀眾說我們可以... 把這個椅子變成可以坐的椅子 我們就不用像這樣在這邊 呃... 坐在這邊有沒有 這樣很麻煩 就是... 不像在坐啊 所以說呢 我想要試試看就是... 把我們這個椅子 變成是可以坐的椅子有沒有 可以坐的樓梯 那他提供的方法好像是手機版的 我記得PC版是沒有辦法用的 所以說... 我想想喔 我有稍微做了一點嘗試啦 所以說我們稍微試試看好了 首先我們就是拿一點鐵錠還有木頭出來 我們鐵錠首先先做一個礦車出來 礦車 接著呢... 分解木頭 來做一個... 鐵軌出來 鐵軌 鐵軌 喔...16個... 其實不用那麼多啦 一個就夠了 然後呢... 喔...還不夠還不夠 然後呢... 由於我們上一集就是拿到這個很重要的紅石喔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做活塞這種東西 那活塞這種東西我記得應該是... 喔...不是不是錯錯錯 活塞我記得是這樣做啊 上面三個木材 然後這裡有鵝亂石 然後... 這裡是木棍下面是紅石 沒錯嘛 欸...不是嗎 欸... 還是鐵 喔...是鐵是鐵 活塞 有一個活塞就夠了 我們接著... 呃... 再... 再... 再做一個控制改好了 好... 好的 那我們這個方法要怎麼實行呢 簡單來說呢就是... 我們要把礦車推到這個椅子 這個空間裡喔 那我們目前就是要... 我先... 先把這個... 藍杆打掉 然後呢我們就是... 先... 先把那個... 礦車放在這裡 那... 呃... 這...這裡不行 這裡有那個告示牌 告示牌先打掉 我們先把... 呃...鐵軌放在這裡 然後放... 礦車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其實各位看就是... 呃... 下面有鐵軌你必須就是... 把它弄掉 不過這樣其實很難抓沒錯吧 所以說... 另一個方法就是... 你先墊個石頭 然後... 放鐵軌 然後... 放礦車 然後把下面的石頭打掉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鐵軌和那個... 喔... 不... 不... 我不碰到 可惡 盡量就是不要碰到礦車啦 我們再試一次 嘿 喔... 好好好 就這樣就這樣 接著我們就是在這裡放個... 活塞 然後... 在上面放拉桿 把... 把礦車給... 推進去 你給我聽話一點 你給我聽話一點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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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為什麼不能把... 礦車推進椅子裡啊 不然我們換個方式好了 我們把那個... 椅子推進活塞裡總可以了吧 來我們先放... 先放礦車 先放... 先放礦車 然後... 我們先放礦車 然後把這個打掉 動 很好 然後... 不要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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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喔好好好... 然後我們把... 樓梯... 欸... 樓梯是這個嗎 樓梯放在這裡 然後... 活塞... 控制桿 進去 有了有了 欸... 欸... 等一下一啟動了 我忘了把那邊堵起來 可惡 欸... 我們這個這樣嘗試好久喔 這次一定會成功的 相信我各位 這次一定會成功的 我們先用石頭堵起來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 讓它就是推進去了 因為礦車不是個實體 那個... 它不會就是... 這樣連推過去 它就是會讓它卡進去裡面 我們再試一次看看 嘿... 有了... 有了有了 我們的礦車跟椅子合體了有沒有 這個就是... 呃... 我們的椅子完成品 接著呢... 因為這樣子有點醜醜的嘛 我們就是... 在它旁邊放點告示牌 然後讓它... 好看一點喔 可能周圓鈴又給它放一個吧 有沒有有沒有 前面... 前面給它... 前面...前面放不了算了 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椅子 雖然它有點醜醜的 不過沒關係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可以坐的椅子有沒有 嘿... 啊... 哦... 晚上了有沒有 我們就在這裡 啊... 坐著 坐著看... 看雪 我突然覺得這樣好怪喔 呵... 不知道為什麼 好... 沒關係 至少我們這樣正面看 像... 就是像在坐著有沒有 雖然看不到我們的腳 我們像在... 陷在樓梯 不過沒關係 這就是個... 桌子 呃... 這就是一個可以坐的椅子 啊... 在這個時候就是要吃點肉 好... 那我們完成了一個可以坐的椅子之後呢 我記得... 之前有觀眾跟我說 可不可以做成... 可不可以做一個... 澡堂之類的喔 就是浴室 太簡單了各位 這個... 這個太簡單了 真的不說 我想講太簡單了 首先我們就是... 撈一桶水 然後我們... 呃... 拿出我們的工具好了 然後... 然後我上一集其實... 忘了帶一把提告去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沒關係... 那不重要 我們現在呢就是... 呃... 找一下我們浴宵該哪裡喔 我想想喔... 我們就是... 其實好像... 我沒有什麼空盡可以在浴室的耶 完全沒有空盡可以蓋 不然就在這裡好了啦 這個地方嘛 這個 這邊用... 木頭給它擋起來 然後... 這個地方就是浴室了 我們就在這裡挖個洞 然後下面泥土挖掉 喔... 這是哪裡... 洞窟 我們在這裡填個木頭有沒有 然後... 放水 這就是我們的浴室了 只是... 呃... 看起來... 嘖... 欸我覺得不錯啊 這就是我們的浴室耶 沒辦法啊 各位不能怪我啊 我們這個就是... 沒有辦法蓋一大你知道嗎 改天啊 改天有機會我們就是蓋個大浴場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是暫時這樣子小的就好 不過像這種小的 我們還是可以給它一點應用空間啦 比如說我們再做一個礦車出來 然後呢... 一樣 因為... 像這種水是沒辦法放礦車的嘛 我們就是放個... 放個鐵軌然後把礦車推進去 啊... 哈哈... 然後我們就可以... 有沒有 坐在水裡有沒有 這樣看也就是... 像看起來就像真的在泡澡有沒有 超棒 超棒 哈哈... 坐在浴缸 好的那今天我想要說一些其他的事情喔 簡單來說呢就是... 之前有觀眾問我說為什麼... 呃... 之前玩UHC的影片不要剪出來 然後... 或者是問我一些... 呃... 為什麼不要跟其他的玩家合作 我先跟各位說一下好了 其實不是我不想要 就是... 其實我的電腦並不算好 各位知道吧 我如果是錄那種... 四個人 比如說四個人的UHC啊 就是... 四個人的字幕我... 我沒有辦法上 我上了差不多五分鐘之後 我的... 呃... 剪輯專題就會卡住 然後... 就上不下去了 可能... 可能... 就是... 折騰十幾分鐘只能上一兩個字幕之類的吧 所以說我UHC的字幕就索性不上了 不過我還是要剪出來喔 那我現在就是要在這邊偷偷宣傳一下我的小頻道 那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點一下右上角的資訊卡 裡面有那個... 小頻道的那個連結 那我應該會把... 就是... 剪出來的UHC放在那邊 只是... 沒有字幕而已 那那個頻道主要就是放一些... 以前刪掉的舊影片 還有... 後製程度比較低的影片 那各位就是... 真的想看的話再去啦 因為那一個頻道主要就只是放一些... 小東西而已 主要還是以這個主頻道為主啦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並按讚好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或者追蹤到我的粉絲團私訊我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agreact.com